今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就是被皮蛋臭啊 拖鞋打啊 就打了它已经充血 它便便没有那么臭 这条起来 起来 起来 这个是没等到没等到 有办法我第一针了 然后这个是医生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Crystal 好久好久不见了 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 很有意思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标题了 没有错 就是我收养了一只狗狗 然后它的品种呢 是挪威猎禄犬 它大名呢叫Joni 小名呢叫啾啾 今年已经一岁多啦 Joni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Joni精神在这里 你怎么了 Joni 那因为呢 这是我第一次养狗狗 所以说在收养交易之后呢 我遇到大大小小的蛮多的问题 然后相比国内来说 澳洲的养狗手续呢 也较为繁琐 所以说我就想到 要拍这支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也可以想给在澳洲 开始准备养狗狗的你们呢 做一些参考 让大家不至于 在第一次养狗的时候呢 手足不错 那这支视频呢 总共会分为三个部分 我会把时间点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你们想看的部分 好 那第一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我会收养舅舅 他的原主人 是我陪我的室友 那当时我第一次见到 舅舅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活活 很提近人类的那种 就是他很喜欢跟人玩 所以说当时我就很喜欢他 而且他是那种 看起来外表 就是因为他脸黑黑的 就可能外表看起来 是比较凶的那种 但其实你看起来 你发现他的眼睛 是非常非常可爱 就是非常傻乎乎的那种狗狗 有一次我接到 我朋友的电话 说舅舅被他原主人打了 然后就是被皮带抽啊 拖鞋打啊 就打到他眼睛充血那种 然后舅舅被吓得 就是满地乱跑 然后乱尿这样 就是等于 吓到大小便失禁了嘛 就因为舅舅是很乖 他只会在你出去遛他 或者是你把他放到后院的时候 他才会上厕所 那后来呢 正好有假期了 所以我就跟我男朋友 一起回阿德 见见我朋友 我就顺便再见舅舅 我当时看到舅舅的时候呢 他是完全散养在后院的 就是整个狗呢是那种 就是脏兮兮的 大家知道吗 后院嘛 就有草啊 然后有土啊什么 他就会滚来滚去 然后他就一直是待在后院的 所以他浑身很脏 然后毛也没有输 就各种毛都打结在一起了 然后他吃的东西呢 就是 超市自产的那种狗粮 我没有说是便宜的东西不好 但是大家可想而知 一个几刀 就可以买到一大袋的狗粮 怎么可能会对狗狗身体好呢 他只能保障的是 让狗狗饿不死 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聊说 为什么他主人要这样子对他嘛 然后就有跟我聊说 因为舅舅小时候 他非常的可爱 很小只 然后他原主人呢 也是很喜欢他 但是随着他一点一点长大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控制了 然后他的原主人 也没有好好地训练他 那舅舅有的时候 就会犯一些错误 那狗狗嘛 本身就是你要去训练他 你要去教他 他才会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所以说呢 他的原主人 对舅舅这样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随着舅舅的长大 需要他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和耐心去训练他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耐心了 然后也没有那个责任心了 就觉得怎么这么麻烦 要去照顾一只狗狗 而且舅舅相对来说是中大型犬 所以说需要的 每天需要的活动量也比较大 需要每天带他出去溜溜 或者是带他去狗公园这样 那后来呢 我就跟我男朋友上就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刷上啾啾吧 因为本来我们就有养狗的打算 只是 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讲 但是都没有时机去做 那既然我们 算是一个缘分吧 我们遇到啾啾了 那 我们就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养过狗狗 一直活生生的一个小生命 闯到了 我们的世界里面 然后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生活节奏 也会有一些改变 那大家出去溜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之前远主人 没有好好训练他的问题 那就逐渐显现出来 比如说啾啾他会咬牵引的人 就是我们在把绳子挂在他脖子上 的时候他会反过来去咬他 然后包括大家出去溜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暴冲 就看到别的狗就往那边冲 然后他有力气很大 就会导致我们拉他的时候 每次都很用力 他能把他拉回来 当时这个事情呢 也是困扰了我们很久就 后面我们就上网查资料啊 等等 可能就是慢慢慢慢一点把它训练到 到现在他不会暴冲 也不会去咬牵引身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受养狗的一个原因 算是一个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那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聊聊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就是澳洲养狗虚质 也就是第二部分啦 那首先第一步呢 肯定要选择 你是想要买狗狗 还是想要受养狗狗 如果受养狗狗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这个RSPZA 那这个组织呢 基本上是遍布了澳洲的 每个大的主要的城市 那如果在澳洲待得久一点 对养宠物有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呢 应该都有听过这个组织 然后呢 他们也有自己的官网 如果说你要想受养狗狗 或者是猫猫的话呢 可以直接去他们的官网查询 他们也会有一些 等待受养的狗狗 和猫猫的照片呢 会发布在网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大家股票会选择的买狗狗 那如果你要想买狗狗的话呢 一定一定一定 就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一定要找专业的Brader 如果说你找的是专业的Brader Cop的Brader 那你之后会省很多心 那为什么我说要找专业的Brader呢 如果你找的是专业的Brader的话 它在给你狗狗之前 那就已经打好了 狗狗所需要的第一针疫苗 方圈 温娜等等 这些比较对狗狗会生命造成威胁的一些疾病 那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啾啾的一个 算是它的一个小资料册吧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妈妈 这个是它的爸爸 就是它爸爸妈妈呢都是绣犬 然后是非常健康的犬种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找专业的Brader 这样的话呢 你对狗狗的健康呢 也会有保证 那同时呢 它也会给你出示一个证明 证明它已经带过这个狗狗去外 打过第一针了 然后这个是医生 然后包括一些医院的电话 联系方式什么都有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比较放心 就是你不会买到星期狗 或者是星期猫 那星期狗星期猫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你的狗狗或者是猫猫买回来 就不到一个礼拜就走了 那原因呢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种 那从不靠谱的Brader 私人买家那里买过来的 然后它没有给你打第一针疫苗 它还骗你说它大了 然后它可能就会 因为狗狗当时还很小 如果你出去逛街啊 什么你的鞋底 你的衣服都可能粘到一些细菌 这个对狗狗都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好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 第三步就是你带你狗狗去医院 做完检查之后 医生告诉了你一下撒疫苗的时间 那就可以把狗狗接回去 开始养了 那在你的狗狗到了六个月 你一定一定一定不要忘记 要去console注册 这个是最最最最 要跟大家最强调的一点 就是如果如果你是在 专业的Brader那里买到狗的话呢 你的狗狗身体已经有芯片了 那console那边呢 也有你狗狗的资料了 那这时候呢 你的家里应该会收到一封console的信 提醒你 你要帮你的狗狗注册啦 你要交注册费了 那如果你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只要去你居住地所在的console 跟他说 我有一只狗狗要帮他注册 那console的工作人员呢 就会帮你就是一步一步这样程序 然后你交钱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要去交个钱 那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呢 未绝育的狗狗 注册费会高于绝育的狗狗 这时候呢 就是看你自己的决定 那在这里呢 我想分享一下 Jonny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Jonny的话呢 他当时来我们家的时候 他是没有绝育的 因为他的原主人不想给他绝育 想给Jonny 就是繁殖后代 当时我跟我男朋友商量了一下 就把他接回来之后 就立刻把预约医生做绝育手术 那带他到医院的时候呢 就医生有摸 有检查他的身体 一摸就发现 他说我好像觉得Jonny只有一个蛋蛋 Jonny是公公 只有一个蛋蛋 然后当时我们心里就疑惑了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养过狗 也不知道为什么嘛 那医生就是说 这就是Jonny有引稿症 因为引稿症 我有在网上查过 如果说是长时间不给他绝育 不给他把另外一个蛋蛋 从身体移取出来的话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这个蛋蛋的体温不对 那他一定会产生癌变 或者是病变 那对狗狗的身体 是不可挽救的损伤 所以说我们觉得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万幸 就是我们决定带他去做绝育手术 那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强调 就是绝育与否 是狗狗主人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一定要带你的狗狗 去做身体检查 确保他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 不做绝育也是可以的 那大家可以选择不做绝育 那以上呢 就是一些澳洲养狗的叙制 听起来虽然手续比较繁多一点 但其实呢 你只要这样一步一步做起来的话呢 其实在澳洲养狗也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前期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 后期的话呢 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养狗啦 好那最后呢 就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些狗粮 就是一些基础狗粮 我自己认为还不错的 我一开始养啾啾的时候呢 我会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狗粮 就是我走到宠物店里面 之后我发现 琳琅满目各种品牌 各种类型的狗粮 应有尽有 所以就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就有在网上做一些调查 然后也有问过一些宠物店的工作人员 然后在琉琉尝试了一些狗粮之后呢 我发现有两种狗粮 我自己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两个牌子 一个呢是Advance 一个是这个黑鹰 我相信黑鹰的话 不管是在澳洲还是在国内的大家 应该都有苹果这个牌子 因为黑鹰的话呢 它在国内的话 它是有它自己的淘宝店 就是已经慢慢引进国内了 那Advance呢 基本上我在淘宝上面是没有搜到这个牌子的 这个呢一开始是我养狗的朋友推荐给我的 他跟我说 他之前给他狗狗一直吃的是这个狗粮 他自己觉得还不错 那我试下来之后呢 我发现的确这两个品牌是不错 因为这两个牌子呢 都是澳洲本地产的狗粮 如果说在你第一次买狗粮 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话 你就选择澳洲本地产的 一般都会比较有保障 因为毕竟在澳洲的话 它是对食物啊食品级的产品 是有一些要求的 也会有一些严格把关 所以说呢 你给狗狗买澳洲本地产的 基本上是不太会出错的 黑鹰这款狗粮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是呢 我给啾啾吃完之后呢 它的毛发 有很明显的变亮了 它掉毛非常的严重 那我给它吃了这款狗粮之后呢 我觉得它掉毛的毛病呢 少了很多 就是给它梳毛的时候 就是可以接受的正常的掉毛量 而且它的毛发呢 也变得比较有光泽 比较顺滑 比较亮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狗粮 吃完之后 它的便便没有那么臭 而且它的便便相对来说 是比较好 非常好剪的 就不是 不会有软便的情况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恶心 就是你如果在吃饭的话 先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 因为一款好的狗粮 就是可以从狗狗的便便当中 看得出来 就是它没有拉肚子 它没有软便的形象 它的便便的成型度非常的好 就很容易剪起来 那这个狗粮呢 证明这个狗粮 对你狗狗的肠道呢 是比较好的 就没有造成它拉肚子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比较好 还有一点呢 是我觉得这个狗粮的大小 非常适中 那我给它买的呢 是这个非常基础款的一个 鱼和土豆味的 然后呢 它是适合所有的狗狗品种 就是不管大的小的 就是所有的狗狗品种都可以吃 只要它是12个月以上的狗 就都可以吃这款狗粮 现在这一颗大的呢 是Advance的粮 然后这个呢 是黑鹰的粮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Advance这个粮呢 是比较大颗的 就是已经相对狗粮里面 算非常大颗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黑鹰的这个牌子 它的狗粮呢 就是大小比较适中 就是大型犬 小型犬都可以吃 那像这么大颗的话呢 基本上比较适合 中大型犬 或者大型犬来吃 这种大小 对于小型犬来说 就太大了 就是它们可能没有 失口性 没有那么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只狗先在干什么 四脚朝天堂在这里 吃不吃啊 你要吃吗 吃的话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一下 就你 能不能起来一下啊 起来一下好不好 躺着这场吃东西 你也太舒服了吧 不给 没有就是没有了 不给你吃就是不给你吃了 没得商量 还没有到你的晚餐时间 那为什么我会比较推荐 这两款作为新手主人入手呢 因为这两款狗粮相对于其他狗粮来说 它没有分的那么的细 这两款狗粮的话呢 它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它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好选择 它最多的呢 就是分大权种和小权种 或者是针对于所有权种都可以吃的 那这样子呢 你如果觉得一开始不知道选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 直接选择对于所有品种都可以吃的 那只要选择它喜欢的味道 那还有呢 就是想跟大家推荐另外一样的 就是结牙棒 就是这个是家家有狗必备的 一定要就是给它吃的结牙棒 因为狗狗的牙齿呢 一定要保持它的牙齿健康 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就是 这两个我给比较推荐 比较也给Joni吃过的这两个牌子 那这个Grainis呢 这个牌子的话呢 是澳洲宠物店 基本上每个宠物店都会有的 是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品牌 那这个话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威 这个我不太会念 但是我会打得下 如果是你家的狗狗 是小型犬或者是牙齿不太好的狗狗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 Grainis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 我就比较推荐 如果你们家狗狗是大型犬 或者是像中大型犬 它吃比较风力的猎犬的话 我就非常非常推荐 这个牌子 因为Grainis这个牌子 虽然它是比较有名的 但是我发现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结牙棒太软了 因为它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就完全可以看到 我这样一掰 大家都可以看到 非常的软 就它可能两三分钟就吃完了 而且还是不需要手脚病 一咬就可以咬下来的 如果说跟啾啾一样 是猎犬 然后是大型犬 牙齿比较风力的话呢 就选择这个牌子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牌子的话呢 它硬度是比较硬的 然后啾啾吃它的话 有的时候基本上会吃到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很好 这个就是可以全面的 清洁了它的牙齿 所以说这两款结牙棒呢 我觉得它都是比较还不错的 只要是你根据你自己狗狗的 犬种来选择就好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这支视频全部的内容 我终于跟大家聊完了 非常非常感谢 耐心看到最后的大家 因为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春聊天的视频 我也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喜欢看这种 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你们有没有什么 养狗的小tips 或者你们有什么 推荐的狗粮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我也可以给 舅舅买来让它吃吃看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别忘记给我 主人点一个赛哟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视频的时候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啦 好了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小妮 怕我是不是 跟他和我讲 跟男 fø白鞍 你说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 panic past don't like